书友们一起来写下乘语 真水无香 这一痕是写的比较短的 那么往这边的撇过来 撇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往这边甩一下稍微 这一笔呢 稍微是中等长度吧 这一笔会比这一笔呢 还要粗要长 这两笔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一笔呢 比较细长 这一笔呢 比较浑厚偏重 而且呢 这边呢 还会偏下一点 我是习惯写的偏下一些 三痕是比较细的 而且的间隔呢 也是差不多的 不要说一个间隔太大 一个间隔太小了 而且这里呢 稍稍都不接住的 都不接住的 整个结构来说的话 这里比较细 这比较长啊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了啊 真水无香水字 我这边勾上去的时候是头为两节重的 勾勾重 其比重 这些是一个 我们写竖构的话 应该都会记住这些点的了 那么啊 往这边接住的时候 那这个横折片呢 啊 横片呢 不用加 不用连接这里 这里呢 稍微抬高 这个女啊 这个水字呢 啊 就是这样写 啊 你不要看这个水字 它只有几个笔画 这结构方便的话 是很容易写垮掉的 啊 特别是那些没有写过水字 或者写的比较少的 你稍稍这个撇比 或者这个这个纳比角度偏向了 左右不对称了 这里写的太翘了 或者写的太平了也不好啊 反正要记住的点很多 我好像有单独讲过一期 这个水字写法 大家如果觉得写不好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水字反正要记得点很多 它是典型的一个笔画 少结构难的一个字 无字的话还行啊 我现在写的这个无字 写下去 这个长度呢 其实比上面这个头呢 长不了多少 那么这里呢 这里呢 稍微重点比起比还要重 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个顺序啊 两横先写 然后再写书笔 这个横笔稍微会比头呢 离得远一点 为什么离得远一点 因为这几个树笔呢 还是比较长的 一写下来的话还是接得住的 是吧 这一笔呢 破一下破一下 间隔来保持一支 你看这个树 这个树笔和间隔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啊 讲慢一点了 我们 没呢 就是我 我平时写的快一点的话 大家又觉得 给我清楚 有时候我写慢一点 大家又觉得我写字太慢了 其实我写字的话 还行啊 平时 这个点和这个点呢 是左右左右之间呢 他有一个对称关系 但是这一点呢 会更加重一点 刚才如果这一个头部和这个横笔 写的太近的话 这个结构呢 会容易写变一点 大家其实啊 想办法不要把这个结构的写变一点 我我觉得至少在凯书里面的啊 在一个方形里面 你的你的你的宽度以及长度呢 要形成一个方形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不管是写任何字 但有些字的话 可能就就啊 改变不了 比如我们写一字一字的话 他就只有一个笔画 我们就没有办法写写写的那种方形的那种感觉 贴又短又肿 这个横的不算太长 中等长度 这里呢 不用接住 这里不接住 接住也行 那么这里呢 也不用接住 也和我们刚才写那个真字呢 是有点一样的 我这里重这里清 而且呢 这里呢 会更偏下一点 两边的往里缩 但是呢 这边呢 更长 很多字呢 都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共性的 是吧 真字 呃 箱子 这一竖下来是个中心点 这个下面这个结构不要写片了 不要导向这边 也不要导向这边 你看他这边写向这边了 这一笔写向这边 我们这也是轻微写向这边的 都是一样的 真水无香啊 我们书法经常会接触到这几个字的 想要写好的话 还是要花一定功夫的 不管是学什么东西 学书法也是一样 学绘画也一样 写 写任何一样技能 都不是说我们 就是开开心心就能写好了 你必须花一定的苦工 而且呢 而且呢 平时要被动着的而练习 当然你以这个为兴趣 练着开心的话是最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